然后广涵看看要不要选择给搬掉 但是因为对于安妮来讲 她是很喜欢打北海 所以说她放了这张图 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当时并没有针对风 针对风的时候也搬了电一梦工厂 所以说风的电一梦工厂 我觉得还是要尝试针对一下的 看一下风在还是先搬月光可以 月光这一手就是防打机甲的赛战术 再搬一手什么呢 十一成 十一成我觉得今天可能见不到 搬到一手阿尔法 广涵 听你姐说了 可能人家本身就是有这种想法 这个班图是针对境外赛区选手 最好的防止打赛车战术的 一个搬图方式 对的 只放出来比较能够拉开分叉的一张 当然 能够建立这样搬图的前提是 你在其他图方面面对到对手无短板 是的 这个条件有多苛刻就不用多说了 也不是说你把这两张图搬完之后 机甲就没有地方用了 其实剩下的所有赛道 几乎所有赛道都可以拿 对呀 在当前版本当中 除了每周机甲收益不大 西部机甲确实很难赢 除了这两张图以外 其他赛道 机甲都能够有不错的发挥 想打都能上 就看你会不会 或者敢不敢 来了 反十一 这五十一秒四零 已经非常快的成绩了 在境外赛区这个大分组里边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一队 但是这张图也提到了 是这一周最后打破这张图的一个机会 当然如果真的出现到加赛的话 机甲必破 你看看这个记录榜现在有多密集啊 两个六四 对一个六八一个六九 是啊 起步 再侧再侧风仔 二侧被挡没喷 看看能不能跑一个六五六六啊 啊 就把六先整齐了是吧 六四以后的数先集齐 对啊 然后再破记录 才能破是吗 里面风的路线不是太好 是 再追上来了 那风仔下面一个弯道 有机会直接那边去卡位 但是被风稍微挡了一下 宿主也受到一些影响 下面一个弯道弹射 风还是非常的稳定 相较于上一局和阿妮的所有赛当中 风在今天面对风仔表现又更好一些 再传过来 和强之间形成一个配合 这边迅速被风仔反抄 且拉开了一秒多的 差 举优质做强 为什么要连续的左强碰撞 让风现在已经落后两秒多了 是 感觉这局想赢啊 是有点困难了 对 但对于 呃 风仔 风仔来说 对 现在竟然仍然有打破记录的机会 这个是我蛮 没想到的 对 三千是56秒1 是 看后面 现在两名选手的平均购弯的最低速度啊 是相差不多的 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疑问 说这个购弯速度为什么这么快 哎 为什么呢 对 这个因为这个是计算你所有进入到飘逸状态当中操作 包括卡器 而卡器的话 其实这个速度损失是非常小的 嗯 对 包括这个卡器啊 这个阿生现在在后面 哇 而且是 而且还有点远呢 对 就只要风仔在 哎 这边非常穷 还把这个单击卡码了 后面可以直接进一步甩断 这边不用担心路线歪 记录还是有 不愧是城主 恭喜 风仔 打破了反向十一城的记录 这张记录 三零 虽然说不上 成风已久 但是 确实是 选手梦寐以求 多次机会能打破 但均没破的一张成绩 从宁清开始 对 那一次是打分同秒 哎 但是因为阿生 破记录在先 所以说这张图的榜首还是以阿生为主 是 要有先来后到 后边的这几位选手 哎 他风仔 有安妮 哎 都来了 在里边全都打上了榜 对 把这个记录刷新掉 是 但是 今天最后一次机会 风仔是把握住了 是的 这记录数 哎呦 快两位数了吧 应该有两位数了 他自己的记录 应该是了 对 对 今天 他在 打完阿尼以后 那场比赛当中 是破了 第一有个两到三张 我觉得他 咱们上场之前 好像他的记录数 已经到 有 还是到几了 对 这算是这张应该是两位数了 哎呦 太可怕了 本来 现在这张图上 他不是排第四的 对吧 那个69的成绩是他跑的 对 第一了 第一了 可能是30吧 没错 动态实力很好 恭喜风仔 打破反向11成的记录 自己的赛道记录数加一 我们也非常期待 截止这周比赛结束以后 我们这一加周杯的 争果GT全速战神 谁能够位于榜首 是 暂时镜 对 榜首是谁 虽然是暂时 但是他也是有优势啊 是 而且已经打到 这个赛段了 我们都说 越往后的赛段 其实打破记录的难度 是越大的 而且比赛越来越少 哎 1分49秒30的成绩 恭喜风仔 这现在显得更密集了 右边的这个棒 看着很密集 64 68 还好 还差65 66 67 风仔不安套路出牌 直接跨了个0.34 而且他起步 其实一直没出来 他至少前两个弯都在和 就是过了三连弯之后的 下两个弯 对 都一直在和风去卡位置 是 上场比赛 小明偷了 阿尼的0.36的成绩 谁 啊 1分50秒04 让你整个1分50秒04吗 啊 这局 基本上完全都不给风在了 是吧 直接破了个0.34 我们解说就像连续剧一样 一场不看 可能后面都听不懂 是 哎呦 这个歪 连续剧其实还好 实际客主要是这样的 可能 这 好像有切身体会一样 经常性的 后35分钟 根本不知道 谁在说什么了 前10分钟小走神 是吧 但是比赛的话 现在来说 由我们为大家来带来解说 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1比0 风仔顶先 是的 可以说风仔 美得1分 对于风来说 这个晋级的希望就是 被浇灭了一点 更渺茫了一丝 对 因为他要净胜分 太难了 那要不要从第二张图开始就打一下机甲的事情呢 如果要先上机甲的话 但是这么打呀 就小分不够 对呀 先上机甲的话 你就相当于是把节奏已经在变相的拖慢了 那所以说就还是要打同车 而且要一直赢 底是这么个底 因为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风能够拿到顶先优势的话 我相信风仔选图一定是同车赛道 是 零号试验场 同车赛道 确实是看了比赛的 刚才风仔这张图跑的呢 1分37 我也看了 瞧不瞧 是 今天就是什么1分37啊 1分17啊 好像 对吧 都有 每周1分17 对 1分37 看得我们都骑 是吧 他俩自己打的时候呢 还没有这种成绩 看这一局 起步 风仔要为自己证明了 是 二连操过来 现在风仔 就直接抢在了风前面 是 那第一个弯道 顺利过来 进阶报地断攻挑 诶 意思有点 是 这边重新开了一个氮气 然后节奏法有点化了 把气补满 诶 这个跑法 我觉得是补气的这个 这也是机甲的跑法 但是机甲跑法是为了叠四喷嘛 对 但是 你就使用到 615的感觉 615的感觉 哎呀风仔 这把要让大家看看谁的顶号 哎 延续没上 暂时不是他的 对 41589 这把31 后面后边的风相差1.7秒 说明刚刚 那一个1分37真的是各地中的各地啊 是 后边风又复位了 对 那无了 秒数慢慢在加 最后定格在4.1 后地只剩下最后的两个难点 第一个过来 没问题 小松下墙 哎 战气没放出来 速度有点慢 但是后边你看秒数3.7秒 对 第二个难点 这个更直观地看出 每一个失误以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还是31 没问题 恭喜风仔 再拿一分 2比0 风跑了个1分35 心里面也会有点问号 按理说这成绩能赢啊 上一局够赢 这局不够 是 但前面跟的其实是不错的 后面发现跟不上以后 心态人有点波动 这个操作有点变形了 也要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将会是晋级的两位选手 接受采访 对 同时由他们为大家带来 下一周的官方指定赛道的抽图 对 然后这一切结束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抽一下 下一周的分组抽签 就是对战分组 是的 所以说就是这两天的抽签呢 确实是比较多 嗯 比赛结束以后的内容 也会比较多 哎 看一下这一局 是1分30秒75 拿下0号现场 2比0的比分 是 而且如果风一直这么打同车呀 我觉得就没有到比小分的那个环节了 但是也只能这么打 对 就对于风来说 包括上一场对战当时 你看那个大比分落后 对吧 他也要打同车 嗯 就是这名选手的性 是的 不然的话确实怎么打 也都是一样的 对 第二圈暴地灯 我们要够一下的失误 下一张图 美动还是美动 你看 还是同车呀 接着同车 而且是高难度的同车赛道 就是打同车 就是打同车 一点不含糊 但是对于面的这个成绩呀 确实有点吓人 在1点以内 对 就是今天还热乎着 快了3.76秒 是不是这一局的成绩打完之后 然后当时阿妮笑了 对 阿妮可能心想 这两天我碰到的都是什么妖魔鬼怪 对 这两天破纪录的都有点快 是 两个人一起上桥一起复位 风鞋交给ECU 对 我觉得这个ECU交的 其实就蛮聪明的 因为风载现在是少气的 这边就跳起来了 落地以后 下面一个弯道 小飘能延续上吗 能延续 基本功非常扎实 但是又落后了一点距离 现在风处于一个顶跑位 但是他这个ECU确实是没交的 而且这个距离 如果前面风再出现一点失误的话 其实他那个ECU能够形成反超 是 但是现在这个ECU的收益 我觉得对于风载来说 在后面 是能够去拉近很多距离 并且在下一个弯道形成有效的对抗 撞墙过来之后 小蹭了一下 对 再看前面 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也小蹭了一下 那现在的 这个还是再拉近了 走进道 这一个ECU是直接可以实现反超的呀 看一下风仔 再形成一个卡位 风还贴死了 那下面一个弯道 风只能望而生探 看着风仔一个ECU逼过去 瞬间拉开 拉开以后仅剩下几个狭窄的弯道 后面真的没有15点了 他就在0.6以上 风在这篇 顺利过来 没问题 1分12秒97 3比0 你别说 说多了之后 确实会有一瞬间 只想说风这个字 对呀 因为它明确有一个风 对 就我们解说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状态 脑子一直在追嘴 嘴跑太快 脑子疯狂在后面追啊 像你应该是能追上的 这个画面挺吓人的 3比0了 对 这种同车 而且你能看得出来 风仔在失误后的调整 其实非常快 但是这局风 其实它前面那个ECU 交的也不错 也很好 对呀 可以说一个ECU 把那一个失误以后的节奏 就完全找回来了 对 对 避免出现连关的失误 因为你像风仔 它在后续出现了 就是地形的一个跳起来 嗯 节奏也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好在它实战经验 是比较丰富的 调整能力也比较强 不然的话 再出现连锁的失误的话 真就追不上了 那我觉得下一场空港吧 啊 打节奏嘛 打得不选空港 有点遗憾是吗 对啊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 完全地在淘汰 已经不是边缘了 就已经近乎于宣判结局了 这虽然说我们 有的时候会说啊 这个赛场是充满奇迹的赛场 但是真正 左右比赛胜负的 永远都是实力 奇迹这个事情 你没有办法在现在 基本上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 这个事情面前 去上演 对 这个意思又 反过来蹭了个小分 3比0 真的我觉得就是 一定要打一局空港 没有空港的 亚洲杯的比赛 是会有遗憾 尤其对于两大赛区 但是 能走到这一步的选手的交手 我觉得一定要尝试一下 看一下 因为空港是最能体现出 综合素质 整体能力的一张图 但有一点啊 就是 其实回顾起今天的比赛 阿尼和风仔那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 也是风仔主动在落后的时候选择一张空港 是 所以 回归到底之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空港还是不要选 当然 比赛 这道路来讲确实是这样的 龙门新春 要想追分 从这张图开始 龙门新春 这个 可能比你来做解说的时代还要早 要想追分 龙门新春 这个冬子一定知道 第二赛季也有 第二赛季也有这个口号 这个冬子当时在解说道具赛的时候 出口成长 要想追分 龙门新春 但其实随着赛季的进行 龙门新这张图越来越边缘化了 对 这张图打不开差距 不过 不见到他的时候 其实吃魂幽灵了 不过这一局的话 赛车是有差异的 对 明显差异 看一下这一局 风能不能再刷个纪录回来啊 让他起步 双上弹射 过来以后 风仔处于一个后追位 但是前面落得有点肥 对 因为风要做单气延续 这边路线选择可能就偏僵硬一点 而风仔这边还借用了一个才育者的流氓特性 平地CWW再次拉近距离 下面一个弯道 没有办法前途对抗 因为圆棋的动力真的很强 是的 那这一个长距离点 CWW拉过来 是 距离还会被赛克拉开 不过这张图第一圈 啊 长直线过来之后 这个弹气 大脱飘 变满 对 不过45.35 这把谁第一谁记录啊 看一下风能不能和自己的兄弟琴一样 再收回一张条级路 不过下一个弯道双方台设 好 没有找准路线 这里不要和才育者发生对抗 因为才育者在这个点的小碰龙特性太高 下面外入内的一个CWW 还要形成对抗 不形成对抗的话超不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机会 还是要凭借自己的速度优势 对 但是下面一个弯道容易拖 对于圆棋的情 来说 后面没有 圆棋的没拖 关掉看这里延续完之后 是 这里落地 第二圈 弹得不是特别完美 但是所幸的 还能保持住第一 但是断风飘过来以后 能不能本中第一 谁的第一 还是风的 恭喜风 拿下一分的同时 还打破了龙门新春的进入 收获赛道记录一张 恭喜风 龙门新春 一张 大家记得 在赛场上呢 却又被遗忘的赛道 在这个时候选出来 拿分的土 就是好土 但是这一局 风载的残决者 跟的就差了0.0几秒 不过这样的赛道记录收获一张 就仿佛刚才对秦说的一样 就不管今天的solo熊完赛结果如何 留下一些印记 对 参加一次亚洲杯 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收获多大的成长 这次你能收获到多少的荣誉 第三的话就是你要狠狠地留下几个脚印才行 恭喜风 其实这张图选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可能会上机甲 因为首先就是它是一张大家平时不常打的图 这个时候你选出来就一定是有赛车的说法的 其次就是也因为不常打你拿机甲你能破记录 所以说你这个记录破完之后 可能是接下来的比赛里边 尤其接下来的比赛越来越难了 对 大家打这张图使用到机甲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了 新记录 恭喜风 打破了ag 狮子 保持了七天的记录 说明狮子应该也休息了七天了 是这么个队 一周广告一周 现在记录保持者是风 1分28秒39 驾驶原机甲EXA 携带小黑 位于榜1 风仔榜2 差了0.33秒 现在比分应该是 3比1 3比1 那你想啊 接下来的话 其实每周都已经打完了 哎 不是那个 每周确实打完了 每周打完了 然后西部还在外边 其实除了这两张以外 剩下的所有的机甲 对风的来说 就是看要不要破记录的事 对 就是看他自己选择 想要在哪张图上直接上机甲 对 去尝试冲击一下记录 因为 其实像不管是美架S联赛 美架亚洲杯 正我这地全速战程 这个奖项 从刚开始有 一直到现在 其实在每个赛级 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一个奖项 而且之前的奖项 基本全都是被宁清 所包揽的 对 就是也很期待着 到底会不会有新人 站出来 去和他争夺一下 这个奖项 就包括像是 之前亚洲杯 我们一直都说 云海之前是 蝉联亚洲车神 对 那这一次 云海没参赛的话 一定会注定诞成 一个新的亚洲车神 我们也很期待 到底是谁 对 又是 哎呀 这个戏码 跟上一次克隆是一样的 对 但是风仔今天 就用这个测跌 去打阿尼的 然后风呢 和阿尼的选择 是一样的 这就属于 他也是能打 但我觉得 真不如 就如果说 后续有选手啊 这还想这么打的话 我的建议 星梦游乐园 对 真的 这张图其实还是 这张图已经过时了 就可以这么说 之前 我曾在台上 也是我说的 原地之间这张图 未必能打得过裁业者 但真的选手在进步 时代在发展 所以现在 要让我说的话 裁业者 你想要打原地之间 真要考虑意外性的话 那就是考虑一下 星梦游乐园 尤其是 你在这张图上 刚才开始进步 风向刷刷盘车 直接顶着了 风载的车针 这张图真大不赢了 这把简单预判 拉开了 19 也就是说再刷纪录 对 再刷纪录 现在这个延续 对于前我们来说 已经够不少 太大难度了 40秒7 就包19了 看一下后面 说完以后 其实心里面 也有点慌 但是看一下 如果带出失误的话 你一发解误了是吧 不需要解识 有的时候狠话 还是放一放 这叫什么 专下判 看前面暴力 这个没爆出来 对 速度时间 受到了比较大影响 这边还是外绕内的 一个断公飘 路线选队非常极限 没有歪 看这边能不能跳起来 跳起来了 没问题 氮气延续延上了 19有没有 为我证明 击分19秒54 恭喜风载 再破海滨之眼 而且来到了 本场比赛的赛点 又是一个大跨面 对 比之前快了 接近0.8 打着的一瞬间 就会觉得 确实是真的打破了 对 但是 你又没有办法 在元军军头上 拿到这一分 对 一次又一次的比赛 其实已经印证了 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正的开始 就是刚刚在赛前 我们说的是 敏敏在春决的时候 那一手 故事的开始 但真正得到 不断印证的 其实是 我们这一届 亚洲杯 S连赛选拔赛 那一个阶段 当决战海滨之眼 作为官方指定赛道的 情况下 所有的选手 你都不可以 规避掉 机甲在这张图的熟练度 对 就是大家 如果有加赛的话 加赛这张手图 一定是拿机甲 然后其次 就是你在 第一次打张图的时候 可能所有人的用车 也需要稍微考虑一下 如果说你使用到的是 A车的话 可能后边的王图 搭配的是一个 机甲的赛车 对 新纪录 恭喜风载 再破决战海滨之眼 并且实现了 大幅度的跨秒 将海滨之眼 也带到了 1分19秒5 这样一个 非常快的成绩 要知道海滨之眼 这张图联赛的记录 还停留在 20.5 现在 19.5 已经快了 近乎1秒 1分19秒54 联赛上的应该是 1分20秒52 快了0.98 因为虽然说 大版本 还是有一些赛车上的不同的 但是在这张图上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对 所以就看选手 个人能力 能否突破 所谓联赛的 那个上限 那个阶段 那个阶段的上限 是的 又是一张技术图 同时 又是一个赛点 其实打到现在 我觉得 风已经没有机会了 因为后面 即使风赢了的话 也是 赢两个竞争分 就是理论可能 赢也是赢两个竞争分 当然 现在从 两名选手的状态来看 这个 赢的难度 真的是要比登天还难 看一下 刚刚起步 直接顶着车上 而且还丢个喷 刚没记错的 那个暴力点 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那也最起码 骂了0.1 对 这张图 就大家一起 决战双战神 很有意思 对于风来讲 可能这个用车也熟一些 对 至少在场上来说 他打得更多一些 对 所以说很有意思 对于境外赛局的选手们来说 在之前飞鱼场 作为首途的 小股菜的第一周 我们多次提到 使用到双战神 是对机甲不熟悦的表现之一 对 但是在这一刻 双战神的使用的次数 反而成了风的优势 对的 也是场上的唯一选择了 因为更强的主动赛车 都已经使完毕了 对 看一下这局北海渔场的起步 没错出来 强路线 就连那道 去贴一下 没错 反超了过来 现在是风载的前 外路线 外路线 卡下气 CWW没有问题 CWW没有问题 CWW看一下后面的火车处理点 这里风载也是没问题的 这都能顺便沿上 哦这边风还采取了个急 哎呀但是后面没沿上 哎呀但是后面没沿上 这边更伤了 差距要到一 哎但是飘移没断掉 对 这样下面一个弯道还要去卡小喷 没有卡住一 这边还好双战神 这边的速度不是很快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做到有效的一个转向调整 现在风来到了第一名 并且死死的卡住第一名的这个位置 后面风载不断的在寻找机会下面一个暴力 再切内线 和第一圈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应许了反超 反超过后 风载下一个弯道 要不要硬弹 没有办法硬弹 因为双战神的小喷时间有点长 这边还是采取一个双双战射 后面变成了第一局那样的路线 距离要比第一圈稍微近那么一点点 但是风载掉下去了 风实现了零跑 看一下而且零跑是有半秒钟的差距的 对这个时间的差距对于风载来到下面一关到 0.1秒的差距 地结束的路线又上桥了 又是这一个点 而对于风载又下去了 风依靠的对于这张图的熟练度 能够在风载的赛点拿下着至关重要的一分 比赛还在继续 在这届亚洲杯 我们刚认识风 刚了解风 第一次见到风就是在北海渔场 而北海渔场没有成为他这届亚洲杯的终点 下场赛道 还有机会 风载雪 而对于风载来讲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熟练度 熟练度 就是熟练度 第一圈的时候我就觉得啊 如果你没有熟练的去使用双战人在这张图的一个节奏 你就会叫下去 但第一圈其实风载 能感受到应该是平时过图的时候也有过 这不叫熟练度不够 所以叫忘了 对因为节奏不一样 对 他们都是经历过这个阶段过来的 但是现在对于平时训练包括联赛上的运用来讲的话 不会使用到这辆赛车了 不会了 对吧 后续还有战药双生 所以说就是双战神即使觉醒之后 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使用的次数也会少 而且在这张图上其实也不太会拿出来 对 因为双战神你要真说这辆车的收益来说 最大的收益的毫无疑问就是顾炎归罪 以及幻影城价日 对 幻影城价日甚至能干掉裁决 顾炎归罪的话也是同底 所以说这两张图是双战神在现在版本当中能够发挥娱乐的赛道 但本身 风载其实两圈的前半段它都是抢到了前边的 而且它的细节处理就是要更好 对 能追上 但就是关键在第二圈的上车的那个位置掉下去了 对 掉去了以后它调整很快 落地甩了一个WCWWW 嗯 对 这双战神一个多特性 但是它把速拉满的情况下 从0.5直接拉到0.1到0.2 然后一丝一忧过去之后的下一个弯 有对抗机会 对 对抗完了以后 延续点上墙 小吉 跟第一圈的失误应该是一样的 啊 刚刚是第二圈 这就第二圈 第一圈的时候反正也是在这个点 应该是飘移 痕迹没断掉 飘下去了 刚才那里和阿尼阿神的路线是一样的 啊 也都掉过反正 下一张图 风 再选 这张图我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算是在这张赛道上在使用到双战神的情况下 虽然说特定条件比较多但是确实战胜了风载 对 赢了就是好事 而且完全是同车呀 同车赢 这个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应该是第一次吧 同车一定是第一次 对 之前每次拿到小风载 情打风载的时候全都是赛车战术 对 然后 风打阿尼的时候没拿分 对 然后情打阿尼的时候是机甲 还破了阿尼的记录 来看一下赛车使用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就体现出选手们对于赛车的灵活使用了 就是风载在当年版本当中剩下的潜传赛车他直接敢用 对 他敢拿 而且 智慧女神 智慧女神刚出来的时候其实真的半途接个跑 什么途都能跑 是 因为杀出去以后就是自己的节奏 他确实是起步是快的 但是同时他接下来的几个弹器 就整体能力也很强 是 这距离还是有点大的 这没办法 刚说完 反超了 距离有点大呀 这反超以后距离有点大呀 对呀 哎呦 多必要 但是小分时间够长 这里ECU以后收益是比较大的 而且领跑的是一个没有特径的银河之光 带一腰这里 险些撞左墙 今天真的提左字我就害怕 风第一圈还是很稳的 但是也仅能用一个稳字 现在的优势是在0.5秒 因为银河之光这辆车 你从哪个方面也谈不上快 现在0.4了 注意上了几点点 这个直线我觉得还有拉近的趋势 对这里暴地ECU 因为小分时间不太够 奔着0.3去了 0.3了 看路线 以后续的飞跃 对 定在0.3了 后面风的路线调整 没有问题 很正 点飘过来以后 再来一个点飘 风又拿分了 3比4 而且以弱胜强 刚刚是同车赢 这次是弱车赢强车 风 今天就是和风仔的比赛里边看到底谁更疯 现在 风我们之前会觉得 就是普遍会觉得潜意识的 要么风叶的风 感觉很难审 要么追风少年的风 很飞车 对 但是现在让我想到的是疯狂的风 是的 要打破你们的固有认知 而且现在的话他有赛车优势了 任意到 对 第二场我让药来了吗 这么打下去的话是很有可能的 量生一定在看比赛 刚打开吧 不过 这几局表现啊 就风仔来说 这一局固言归罪 确实完全是自己的问题 确实都是自己的个人 但是现在熬不熬 还要看 这场比赛 风个人的稳定性 我希望他如果稳住的话 风仔这一局机会很小 起步 风仔主动在找风 起步就直接想要去对抗 但是风掀开一字呦 直接走人 对 拉开了 后续的比赛呢 由他自己去掌握 如果是失误的话 也是自己的事 对 这里路线 蹭了一下 两下 没关系 虽然这个ECU刚好能够顶到车尾 但是对于风来说 接下来氮气延续点 也是他的强势点 能够再次拉开距离 啊 没言上 对 没言上的话 这里再飞 压一下车 还好 顺利飞越 但是这里主要没言上以后的损失是对于智慧女神来说本就珍贵的前九个弹器 但是差距是在两秒以上的 嗯 这两秒肯定是没有通过一个ECU可以去补足的 对 所以对于风来讲只要不宣失误的话 我觉得这一分还是可以拿 可以拿 点飘过来1.5了 1.4了 ECU比过来以后1秒了 还是有1.3左右的 快奔着一秒去了 依然不够 对 就除非风外 但是风现在路线感觉还挺正的 打一个平台 没问题 恭喜风 4比4 双方占评 进入到今天的第二场 熬战 风打得很漂亮 确实 今天的这几首选择 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 就这一首顾元啊 而相当于如果要赢了的话 确实就奔着4比4去了 嗯 而且顾元其实按理来讲 应该是属于风载王图 对 因为今天 我们俩在台下也讨论了嘛 嗯 就是风载在打阿尼的赛道 基本上全都是东方的王图 对 而东方的王图 绝对顾元称得上是 其中的王中王 从起步移 他跑法选择来说 确实是这样 只不过就是失误有点大呀 那个失误 就是选择极限跑法的 一个后遗症嘛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 确实对于风载来说呀 嗯 要吸取一些经验 就不管是输还是赢 但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他现在最重要的啊 最珍贵的 其实就是经验 就回想起 现在在春季赛的表现 季后赛的时候 虽然说 他在整个常规赛 发挥的状态 要比东方小玉都好得多 但为什么季后赛的时候 还是上到了小玉的 是的 因为对于他来说 他的力量还不够 而之前在solo赛当中 没记错的话 不管是打悟空 还是打阿妮 对被连续追分 对吧 其实都印证着 他在solo赛方面 目前还没有在混战当面 发挥的好 发挥的出色 这第一圈后半段 其实事物挺大的 主要其实就是 心态上的差距 对 solo和混战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所以对于封载来说 现在每一局的比赛 都是在成长的过程 都是在给自己加经验值 对 封载来说 因为这个赛季 打得太顺利了 所以说需要 都给他上一些逆风局 对 封载 封载前 所以封先给他上一层 虽然说实际上 打完之后 谁是最快的载 虽然说实际上 可能 极限技术上 存在一些 写举差异 包括稳定一下 但是今天封 确实状态勉猛 这一分 谁拿到的话 谁能够 接着进入到赛点 是的 对于封来讲的话 也是非常好的机会 对 这边连续卡器以后 再开启淡器 这张图是 封载的选择 是的 封载过来 下面一个弯道 刷弹射 封载封载之后 两名选手 封载之后 之间的时间差 0.1 0.2 不停在变换 0.2 0.3 查车 这边路线选择 是明显封载 要更好一些 是的 刚才的减速也是 把机率稍微拉开了一些 对 甩尾快出 过来 哎呀 想蹭喷 有点瘫 好难啊 那这样的话 时间前来到了 2秒以上 对于通载来说 后续可以 正在说稳一些 是 蹭上加速带 弹气延续 这一个路段 对于天忆载来说 真的是太熟悉了 看落地 对 所以说这种流氓 特性的赛车 确实很有魅力 再开弹气 下一个一丝又一丝又 特性突发 赛点飘过来以后 非常有机没问题 直接到终点 恭喜 蹭在来 1分18秒 82 出去就是一个18 5比4 再拿赛点 这是第几个赛点 就数不清了 数不清 4比2开始吧 对 对吧 4比2一个 4比3一个 哎 不用数了 接下来还是他的 5比4一个 5比4一个 还需要 现在只有同车了 因为刚才 打了一圈之后 把赛车全都打完了 丢劣势 对 同车球意外 你刚才说 什么图没有的话 会比较遗憾的 空岗 嗯 嗯 是不是感觉不同的阶段 自己不同的想法 那一定是啊 因为现在 刚才觉得 说 可能必输 现在又觉得 他的状态 可以 一讲比赛延续一下 刚才是觉得 他离胜利有点远 嗯 嗯 然后可以选空岗 试一下 对 现在呢 是离胜利挺近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没必要上空岗了 现在还是 就是 理智赛前 对 一胡 这种赛道 我觉得可以上一下 就是他又 有一些难度 但是他又不算是最难的赛道 博贝 刚才这里想要蹭喷 但是路线就直接掉下去了 我觉得对他来讲 也是因为有赢的可能性 很准 很准 所以我看到一张什么赛道 什么 电影模仿场 啊 他的记录 对 而且之前是 被搬过一次 啊 打安机的时候 对 但是他朝着你的路走了 他觉得如果他要是稳住的话 他可能有机会 嗯 说明现在 很冷静 做出了非常好的选择 对 第一就是风仔赛点 西湖其实就是寻求一些意外性了 对 主动可能会要跟风仔去找一些对抗 而对于风仔来讲的话 这一局能不能够稳住 刚才在雪人之间拿到的一分的优势 能不能够给他转化成盛势 是 看起步 哎 风第二侧没喷 没喷啊 而且这个氮气开的比较早 那这里第一个跳板应该是碰不到吧 碰不到 而风仔在前面路线寻求的也非常极限 对 这里跳过去路线还好找回来 是的 外如内的一个点飘没有问题 但是看这个距离啊 其实一直在被拉远 对 这第一圈3857 也要看个人操作了 这个非常稳的一个单圈 这样稳定的单圈 后追起来就是比较困难 你只能做极限 是 哎 但这个点飘出现了手法上的问题 卡器出了点飘 但是成绩还在0.6 对 再交ECU 这个ECU点已经顺利通过了 是 还有刹车 路线找准顺利通过 接下来只要点飘不出现问题的话 点飘没有问题 顺利通过跳台 那最后的话只剩下一个甩尾 我们可以恭喜峰仔 6比4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也成为了今天 循环搜路赛的全胜选手 是的 比赛结束 对于峰来说就是最后一张图 还在寻求着自己 所以 赢下这场比赛都不是名额了 名额其实已经 没有什么机会了 因为金融分确实吃了大魁 打阿尼的那一场比赛 埋了一个大可 但是 在最后一场比赛 他还在寻求着胜利的方法 感觉峰对于结果 其实也不算特别满意吧 因为 咱们且不谈 晋级与否 至少在这一局比赛里边 它是有着非常大的可能性 赢下一位中国大陆赛区 或者说 在S联赛上 一位超新星的 对 恭喜峰仔 拿下了今天 循环搜路赛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 而今天 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 最终晋级到八强的两个名额 也已经诞生 分别是峰仔和阿尼 两位来自中国大陆 三张官方指定赛道 对 三张官方指定赛道 对 其实随着今天比赛开始 大家想要看的 这个比较惊心动魄的SOLO赛 也正式开始了 是 而接下来的比赛基本上 又全部都是由SOLO来定胜负 不用基本 全是 因为 亚洲杯嘛 代表个人荣誉最高的一个 电堂级别的赛事 对 想要的就是在SOLO赛当中 能够去打败对方 因为SOLO赛相较于